民進黨面對錯誤 新政府重建熱身 有人問說我們是不是太急了 民進黨還沒上任為什麼就急著來呢 熱身人權也就是 患生病患者的權益 它的落實是跟時間的競賽 因為熱身的院民平均是080歲以上 熱身院民不能等 熱身正義不能等 因為阿公阿公的生命不能等 過去2008年的時候 就通過了患生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在第三條以及第八條都規定 熱身人權區有規劃 應該儘速的給熱身院民有一個妥善的家園 還有妥善的照護 過去呢在藍綠的惡鬥之下 跟中央和地方互踢皮球 所以犧牲了這些熱身院民的權利 這個遺憾不要再發生了 熱身院民不能等 應該要進出的重建熱身 熱身院即裂縫不斷 院民生活在恐懼當中 他們家裡的地板還有牆壁 常常都有裂縫 並且不斷的變大 所以我們要求呢 就是未來新政府 應該要立即的召開第三方的公正安檢 保證熱身院是安全的 第二點呢 我們希望說重建熱身呢 必須要儘速的進行 因為院民的家園 在過去的錯誤的政策之下被拆除了 院民在他們的年老的之後呢 是希望本會回到他們熟悉的家園的 第三點呢 我們認為重建熱身 不只是在空間上的重建 更是在制度上的重建 回隆醫院 他取代了熱身院 原本的獨立的這個制度 讓熱身院民原本應該屬於他們的醫療資源跟能力 都被補當的去使用 就是沒有依法 就是沒有依法 讓原本屬於患性病患者的資源 讓他們就是享有 所以我們呢 也呼籲新的政府呢 在制度上必須要落實 患性能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所要求的醫療權益還有愛療權益 必須完整的被落實 提供他們適當的這個醫療機構 以及配置相當的能力 在民進黨時代 就有一個漢森法條 就叫漢森平凡保障的這個法條 可是民進黨 和國分黨這個法條 一直都沒有做鐵鐵一項 所以我們今天來 鄉民祝福 鄉民祝福 希望新的政府 若是修進了 撤退一篇 這個漢森人權保障法條 不要說像國民黨 全八年都沒有做麻煩 其實蔡英文跟陳建仁 對樂森是非常不陌生的 蔡英文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 他其實有明確的表達說 關於文資保存 也就是樂森的爭議呢 他認為台灣已經到了 不可以完全以經濟為考量的發展地步 應該要把其他面向的成本 考量進來 也就是樂森的爭議呢 是關於文資跟人權的問題 應該被考量進去的 那過去政府做錯了 也就是未來蔡英文他上任之後 其實應該要立即彌補過去的錯誤